是的 夾病真的會 我們試過扭惹一些很厲害的搞 亦都有一些很嚴重的心病 心結 但你聽到一些歌又會很掛念病 何必有時因為一時之氣 而抹殺以前我們做了這麼多 大家這麼努力做的事 Livewood style Livewood你的生活國度 大家好 我們是Mister 其實我們之前這幾年裡 都收到很多朋友或者親戚 甚至在街上的路人都會問 你們幹嘛解散 你們是不是真的不玩 TOM都經常說你們怎樣 他們很親戚都問 其實我們一直都沒有離開過 亦都不需要回來 什麼復出 我覺得這個演唱會 剛好我們今年是十周年 所以想在這十年裡做一個總結 其實我們也有計劃會再做歌 所以暫時第一首歌就是這個 釋放自己 打後的就敬請期待 都不是傳聞 這是真人真事 這是真人真事 對 我們自己都覺得很微妙 因為我們最近做完事 Ronnie離開的時候 聽到說 其實我們五個 我罵了這麼久的歌 又這又老又怎樣 都不散歌 就不會散的了 算吧 我覺得這句說話很適合 是的 我們真的試過罵了一些很厲害的歌 亦有些很嚴重的心病 心結 老套一點說 我們生了太多個兒子 就是我們的歌 你聽到一些歌 又會很掛念 對 那何必 有時因為一時之氣 而抹殺了以前 我們做了這麼多 大家這麼努力做的事 即不只是我們努力 我們以前唱片公司 都很容易推廣我們 有些歌迷 特別是我們的作品 真的有血有淚去做出來 覺得不值 真的要成熟一點 大過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最大的改變 反而是 就是我們以前五個 可能有時 有些心病 或者吵架的時候 會直接影響到我們演出的質素 和我們做的歌的質素 但是現在 隔了一段時間 大家有自己的發展之後 回來 好像大家都明白到 這隊樂隊對大家的意義在哪 而當大家做我們這首新歌的時候 大家都將最好的一面拿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最大的改變 其實 我覺得這個變化回歸回以前 最當初的時候 因為 即使有歌迷房 但是不想合 歌迷房 是沒有意義的 沒有意思的 去到我們現在 不需要一個特定的歌迷房 但其實 如果當我們大家有個目標 要去做的時候 你不其然就會有時間出來合 因為我覺得這個意義的重要 那一切 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想做 那麼 我覺得這樣 反而就是 由一個 未簽唱片公司 去到 變到有唱片公司之後 又或者大家經歷過 經歷過一些樽頸位 然後穿回來這個 暫時這個status 那麼 我覺得這個變化其實是 是很正常的 變回 反而 我想很多樂隊都會經歷到這件事 現在我們就是經歷這件事 所以就經歷起變化